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显示没有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兵刷碗干活 刷碗的时候就铁兵扎穿脚心了 扎穿脚心想去玩都扔了 想去打破伤风筝 到新兵没有钱 他那个钱都存在领导开的小卖店里头 谁要吃啥就去糗 所以说这样没有钱 扯上负责也没打 血液有毒感染嘛 导致白血病 导致白血病以后 他那个户队也没给当回事 四五个月送到医院 医院也不接收 送了四个月医院也没接收 我接收以后嘛 也没按什么正常的 什么检查去当结核治 也没通知我们家里头 家里也不知道 我说正常的去看孩子 到那个儿子我才知道孩子得白血病 当时我问医生 我说孩子得了什么病 他说白血病 我说得白血病 你们怎么还按结核给我们治呢 完了他的医生说 不是他的事 都是楼上的事 我不知道他们楼上是什么 当时我也不知道 完了在这个情况下 我才找到他部队的领导部来 我说如果你们要是再检查不出来 我说我要把孩子带到北京三里腰去 他们也没答应我的请求 完了就给我转到陆军总院 在陆军总院孩子配刑的时候 他跟前南方医院 珠江医院都可以做配刑 他没有让我们就是说送到这个医院去配刑 送到个人去 没有知识 知识的 两个人开这个公司去做配刑 那么他配出来的结果 准不准去 直接导致孩子死亡的原因吗 是不是 在孩子死亡期间处理后事的时候 他们有个叫马晓军的政委 说他代表团党委 当时我们对他们拿出的处理一件又不认可 当时他说他代表团党委就让我们签字 火化把孩子 火化完以后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进行经济补偿 结果我们按他说的 相信了他是一个部队 代表团党委一个领导 相信了他 我们把他签了 签完以后 孩子也火化完了 结果他们也不认账了 对他们的承诺也没有兑现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部队有一种欺大的感觉 我觉得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些 早知道共产党不必这样 还有谁来敢送孩子去当兵 当时知道那样 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当兵 真是后悔你了 应该说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 可是现在变成了一人当兵 全家流泪 不是 他可能说这种欺负了 我太滑了 我太滑了